心像时辰 而获得永恒不变的快乐 真理是什么 是万物深深呼吸的自然发生 一切皆因缘却而占有 由因缘伤而消失 缘伤缘绵就是真理的现象 当我们模仿了这些人的发生 也就是放下解脱之事 当我们模仿了这些人的发生 也就是放下解脱之事 也就是放下解脱之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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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大四肢菩萨 今天是大四肢菩萨的圣诞 大四肢菩萨在佛教也叫大精进菩萨 所以有两个说法 大四肢菩萨头上放的是他过去父母的骨灰 那为了孝顺了往生的父母 他精进发菩提心和出家 怨他父母也能够成佛 那第二个讲法 放在他头顶的甘露瓶也代表诸佛之光 代表像长寿宝瓶一样 所以大四肢菩萨因为精进而得大智慧 所以这个大智慧之光走到哪里 三途重苦马上第一轨道出生道马上离苦 世间的刀兵病苦劫马上消灭 所以大四肢菩萨也化为叫精刚守菩萨 代表最有力量的 当然这个精刚也从空性里面 虽然用自己的身体不断的去帮助老人帮助病人 就像各位做义工用体力得到了这种世间第一有力 但是又能够不执着叫空性 所以也视线成力量第一精刚守菩萨来护持佛教 所以我们把大四肢菩萨列为八大菩萨 那护持三宝 当然从这里面也希望大家修行要精进 才会产生智慧的力量 那这个精进有两方面 就像大四肢菩萨原通章 叫保持正念 就像如母义子 如子义母 那我们要一心不乱的不离菩提心 不离念佛之心 所以而消除自己的散乱 所以把念头摆在一个佛教的基本的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空性 保持这个正念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那里 念腰的伤 那个手 都别忘了 意思是说 那你不要管它 你现在的重点是在你的心态 而不在你的脚上 所以各位这个要念习 所以有的坐坐不住 驾驾不住 然后呢 公围也控制不住 意思是说叫他不骂人他不行 叫他不打瞌睡不行 那这样就不容易修行 因为世界为心造 我们的心可以下地狱 如果你还有成灰心 我们的心可以下恶鬼道 如果你还有千贪令色心 我们的心因为投胎做畜生 如果你有愚痴执着 贪恋是人道 骄傲是天道 那嫉妒那就是斗争 那阿修罗道 所以我们的六种心 创造了六种世界 所以所谓保持正念 那各位就你的内心里面 要保持在佛教里面 讲的善良的心 没有贪嗔痴的心 对所有众生平等的大悲心 愿所有众生都成佛的菩提心 乃至知道万法都是如幻如画的空性 那各位一定要一直练习 如果你不练习 你会说我这个人脾气就败 我就没法 我这样的爱靠就没法 我这样的爱水就没法 那你就没有在修行 那你必须要征服自己的身口意 所以就像今天所八观灾界 身体绝对不去伤害到众生 身口都不要伤害众生 再来内心里面断除欲望 然后一心一意为了众生 所以以上等的根系发菩提心 来守八观灾界 所以八观灾界的最主要的意义 释迦牟尼佛要让我们在家菩萨 有善根者 种下出家的善根出家 虽然你在世间很有福报 有钱漂亮健康 但是这个都是刹那变化无常的 所以像我今年六十岁的 然后六十岁的差不多 那种 所以很多人说六十岁是一个官 五十九岁六十岁是个生死官 那无论如何 那就代表老年 败坏了 每天要靠药生存 信徒拿给我很多东补西补的药 所以 然后 你要知道你自己差不多了 那这个也非常好 因为体悟无常 那一个人就是觉得自己还可以活着 还可以拥有 他就会有一点放逸 他条件好 他会有点骄傲 所以各位你要觉得 一下子高血压来 一下子一口气不来 那这现在车祸 一下子车祸 如何如何 这个世间 如果一个人能够从小 哪怕不要说六十岁 一生下来五六岁就知道生死无常 世间有什么好追求的呢 世间的爱情各位 都差不多差不多了 那世间的金钱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世间房子都给你好了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所谓贪恋之前的妈妈 爱儿子爱儿女 这个都是贪恋 对家人 对爱人 对金钱 对名望 那你有这个贪恋 那 那你就不能脱离轮回 然后你又舍不得付出叫千贪 那你就变成恶鬼道了 那你的金钱利益被抢了 被伤害了 老公被抢了 你生气 憎恨心 那这样变成地狱道了 但是人生难得啊 所以我们有机会做人 又能够听闻佛法 那现在最重要的叫体悟无常 死亡是必然的 什么时候死又不知道 那现在最重要的 赶快修行 像我人家都叫我师父 最大的痛苦就是每天劝他 不要再渡苦了 不要再美人了 因为我都觉得 对方说他要修行部分 在家出家 你跟他说到天空也不好 这个就是因为没有体悟无常 但是站在别人叫我法师师父 那你不做不讲不行 因为你这样就不慈悲了 所以我想各位最主要 各位要保持正念 大师之菩萨 觉醒自己 大精进菩萨 头顶当的父母在轮回受苦 我有什么好放逸的 所以这样你才会进步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精进 每天都像今天一样 所以特别农历七月份 我们叫教孝 报恩孝顺月 普渡月 这个月各位千万不要放逸 所以各位写牌位 还要记得写 累劫累世父亲 一定有还没有超度了 第二章 累劫累世母亲 因为现世父母 七世父母 佛陀讲七月代表无量无边 如果你知道你一百世之前 还有一个爸爸在地狱 那我们有什么好放逸的 要非常的精进 所以农历七月份 我们也叫精进月 所以刚刚各位听到 我们湛江师父 讲唱个烧香 那有快乐吗 两个头发也快乐 为什么 因为精进嘛 为了众生 所以昨天很努力 刚刚我听吴秀慧讲话 烧香 变得要死 所以昨天大法会 他们要准备八个月十个月 哇我们也跟他们忙翻了 那是快乐啊 有意义啊 今天接下来还要八观再见 还要继续努力啊 所以明天要赶去高雄 开始打拼 对不对 所以 今天我也看到高雄菩萨 来啊 好 所以呢要 要怕拼 这怕拼不是光身体 心里更要怕拼 外表上 行动上 当然积极身体有福报 那最主要是内心的状态 所以八观灾界要我们保持正念 正念 念佛念法念生 不能再念世间的贪嗔痴 念的来世 要告诉我们不要执着现世 来 舍弃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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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他们呢 一个礼拜过一次生日 生就是死的意思 所以每个礼拜的生日 他们都不上班了 赶快去拜佛 去短期出家 因为生就是死 为什么 因为生是死的原因 这样子的来精进 来感谢父母 因为爸爸妈妈 一个礼拜痛一次 那我们是一年做一次生日 算不忘了 所以各位要精进 一个礼拜就是一次的生跟死 然后我们要在生死 死亡之前 改掉自己的烦恼 习性 消除自己的恶业 如果你不消除恶业 那现世痛苦 来世痛苦 所以那恶业来自于烦恼 贪 嗔痴 傲慢 嫉妒 所以我准备啊 现在开始要办一个活动 叫选模范生 你如果没人算到 不要 我跟你说 以后要做什么会长 联络人 什么 你要模范生才行 那不是模范生 换人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不精进 怎么可以成为模范 佛教是以得福人 不是特权 不是老教 不是这个啦 是因为你的深口意的精进 所以当然啦 有人说 书 你说我没精进 我整年都想北冠在街 我说你说这句话就很没精进 很不谦虚 很骄傲 你不知道你修行 你不知道你修行 不是你外表啊 如果外表吃素就可以成佛 羊就成佛啦 羊比你还早睡觉 但是讲的是心态 乃至帮助服务众生的品质 要增加啦 所以我想有人贪钱 有人好色 有人爱睡觉 有人恰恰叫 要说话 那这些 这些烦恼时期 各位一定要改变 那现在最大的痛苦是 没惭愧心 你跟他说的 我哪有都在说的 我整件外叔父都没关系 那就没惭愧心喔 那就没办法了 那七圣财里面 第一个要有信心 第二个要自残 第三个要亏他 你没有惭愧心 又得不到福报 那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精进 所以有人问我说 海淘瓦说 最近怎么看的都在出国了呢 怎么没在台湾 我每天看看 我帮个新闻来看 因为台湾谁套套 差不多吧 他说这样不会进步 会进步的会进步 不会进步的不进步 但是各位呢 这样以后啊 就不好了 所以在密中说 弟子不精进 师父折寿 这意思啦 那弟子破戒呢 师父也要堕落 所以我想 这讲是有道理的啦 所以我们希望 三宝的加持 我们的老和尚 师父上师 都不断地加持我们 那我们做弟子 就很精进 这就是最大的供养 所以 你怕了不忧好 老爸起死 就是这样的 还喜 所以做乖的 给别人烦怒 然后呢 这个乖的不乎 所以同样的 我们做三宝弟子 那我们要非常的精进 如果你真实在精进 不管在哪一个修行 那一定对自己的亲人先有帮助 你给人家的感受也不一样 因为你在进步嘛 所以各位有家庭 有家庭 那最了解的是你的家人 所以你一定要问问你的家人 到底你有没有进步 还是从别人的眼神里面 看看你有没有进步 所以进步就是 就是一杯脏脏的水 现在干净了 谁一看也知道 臭臭的现在变香了 对不对 脏脏的衣服现在 不但干净 还烫得很好看 这是谁都可以感觉出来的 所以我想修行要 要不断不断了 让自己在各方面进步 不是说我心好就好了 我天天念佛 但是你声音没进步啊 你眼神没进步啊 你做事能力没进步啊 那代表你方法有问题啊 因为站在大乘佛教 我们的目的是服务众生啊 就像现在的电脑手机 你不进步就被淘汰了 就被消灭了 所以一方面要自我进化 二方面要立他精进 所以佛陀为我们定出了波罗蜜 六波罗蜜 一方面立他 更重要自立 从布施消除嵌 从持戒消除伤害 所以有些人还有报复之心啊 今天我不服从你 我就要用文字攻击你 用语言攻击你 乃至呢 看着你 不要跟你说话 不爽 那这也是一种诚恨伤害啊 用行动来抗议啊 你去动我就吸 那这个心态很恐怖啊 所以所谓杀生并不是坚弄 动物把它杀 杀生是你还有排斥众生的心态 就是杀生 因为你用这样子抗议 比如说这个人在唱歌 别人都鼓掌你就不鼓掌 那也是一种抗议啊 没错 因为不喜欢嘛 所以我想 那我们要 要持戒消除伤害 因为我们是要拥抱众生 不能故意去排斥众生 当然有些人说 那些人很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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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办法 我们要修忍辱啊 虽然我们心里替他难过 没有这个老母看着 狗在吃毒 就等到死了 没有啦 这个老母因为嘛 我不舍弃你 但是我怎么帮助你 这样而已 他的动机绝对没有伤害 而是动机是个帮助 这样才对啦 所以我想我们大乘佛教 然后要持戒 什么戒 等一下 不舍弃众生 让对方成佛 要如此啦 但是 但是各位呢 在这一点 你要一直问自己 因为如果要舍弃一个众生 你又不能成佛 所以不知道 有钱我对你好一点 没钱我不理你 这个漂亮的恩道 对你好一点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人找我疏忽 怎样怎样 你要不要问众生 给你问那个呢 因为我关心他 对不对 我想看到他 那这个都是一种执着 所以佛像那漂亮的 不去看 看你的女儿要做什么 看你的女儿要做什么 那你有分别心 那你就没有佛法的想法 那这个分别心就是一种伤害对方 为什么你爱恋对方也好 你排斥对方也好 那这样就没办法帮助他嘛 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要 必须不断的反省 不然的话也说 你一生气就想要骂对方 那时候你都忘了 你是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 佛法 如何把佛法用在你的 当下的心态 佛法像呼吸一样 呼吸 不能停止呼吸一样 所以我们的念头要保持正念 所以各位在这个时候 一碰一离开正念 要赶快齐请 那么大四肢菩萨 那么大精进菩萨 希望自己能够像大四肢菩萨一样 所以我想 除了精进 大家都了解佛法 但是如果你放异不精进 那再好的佛法对我们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要这样来供养大四肢菩萨 就要保持把众生当如妇如母一样 愿众生能够成佛放光 你要为此而精进 所以大四肢 他走一步 大地震动 山途离苦 世界放光 所以叫有非常有力量 所以叫大力菩萨 所以我们叫大智大悲大力 所以要有这个圆满的力量 去帮助众生 当然在经典上 大四肢菩萨就专门的经典没有 大部分都是以大四肢菩萨念佛言通章 或者在其他经典大四肢菩萨讲 他因地如何修行的一些简单的方法 那今天第二个殊胜是我们尊圣佛母佛塔 今天要开光啊 然后我们特别请来了 瑟拉切的助持仁波切 丹真讲啪 曲解仁波切 下午会来啊 然后为这个佛塔开光 那很恰巧的 也刚好他们不知道今天佛塔开光 然后就准备了一尊佛像要送给我 我就问一下那是什么 那原来是尊圣佛母 所以在佛教里面 佛教里面就是不可思议 他们也没想到 我们也没想到 那这个叫因缘吧 所以我尊圣佛母的咒语 是从我们瑟拉切前任 在前任在前任的 巴登的摩切那边得到了 尊圣佛母的这种灌顶 那我为什么对尊圣佛母 特别有这个信心 因为我很少做梦 我有一次梦到尊圣佛母 等我做完梦 那我才去找看相片 原来是这一尊 尊圣佛母 那这也是代表 素式的因缘吧 梦也是自己的意识的种子浮现出来的 那过去一定有修过这尊菩萨 所以那你就会有 就像做了那个梦 那突然巴登的摩切也要传尊圣佛母 所以我就觉得 那这个就是因缘不可思议 就像今天尊圣佛母塔 那人摩切就来了 他要送尊圣佛母 供养在我们道场里面 大家都可以礼拜 所以今天也会讲一讲 或是有时间 造塔或尊圣佛母的功德 各位如果去参加供佛摘身 中午那些美女人家在供养 那走路壮不壮严 有练过的 身材找到他一样一样的 脸还长得漂亮 他们都问我说 这顶去哪里找 我这疑人人 不是台北窗来 是不是 所以各位 我光走个路就要修行 不容易 那有些人 你叫他这样走 不然就是不然 没办法 没练过 这叫放译 所以我想 我们师父叫我们 一出家以后 穿个海青 那你走路 讲话 坐着 眼神都要端正 因为别人都在看你了 你为什么要穿海青 你为什么要理光头 你理个光头 吃得太胖都犯戒 脸色昌牌都不好 因为你代表修行人 修行人就是要有福报 别人才会对你有信心 所以你既然代表修行人 那你每一个动作 所以以前我们在打坐 师父还跟你拍照 你看你那种敏感就在打坐 你睡吗 吐骨吗 还是在想起呢 因为你的相由心身 你的心没有在思维佛法 你就没有法相 对吧 你的心我都打坐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想 然后呢 都要吐骨 然后你的相就不好看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们追求达成佛教 百劫修向好 这意思不是说 等到以后再来修 现在你也要修 你也要修 外也要修 身口意都要修行 所以那我们的身口意 也是我们累劫的 业力造成的 那所以各位八观摘戒 这一天 那你要变一个人 变一个人 修行就是改变 你要变一个人 以佛为标准 以菩萨为标准 今天你要学四倍观音 还是你要学地藏菩萨 这个在藏传佛教 就是修仪轨啊 一天一夜 七天七夜 四十九天 三年三个月 再修个绿度母 当然你修的怎么样 念的怎么样 而是你有没有绿度母的 这种基因细胞 DNA在你身上啊 如果你能够修到这样 连石头都变成绿度母 就这个意思啊 你的骨头将来火化 也变成绿度母 就是这样 这是真实的 所以我想 我们为什么要 自己找一尊本尊 你是修阿弥陀佛的 那你要让别人感受到 你是阿弥陀佛的代表 在你身上有阿弥陀佛的身口意 功德事业 要展现出来 所以一个人说 我念佛二十年 念佛二十年 看你像陀山啊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念佛的那种身口意 那这样意义就不大吗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有惭愧心啊 因为惭愧心以后 精进 精进让自己朝这个方向 去学习别人 别人为什么唱歌好听 别人为什么走路好看 别人为什么讲话好听 别人为什么写字庄严 别人为什么念经念得好 所以他的仪态很好 别人为什么可以有很多的众生 法缘等等等等 所以像我每天跑遍很多地方 我都去学 这个人的特色在哪里 当天就把他吸收了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别人尊敬的对象 他一定有特色 学习的对象 就像世间人做一个影歌星 很多年轻人也会跟他学啊 所以各位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如果学佛的人没有深口意的进步 他只是一个信仰者 而不是一个修行者 我喜欢拜佛嘛 但是他没有进步的空间 为什么没有进步的空间啊 因为强烈我执啊 爱惜自己啊 喜欢自己这样 那你就没有改变的空间 所以我想八观灾界 要我们做阿罗汉 要我们做菩萨 要我们像一天的佛陀 那你必须要从你的里外 都要改变 这叫深口意 所以心是佛的心 语言是佛的法 在为劝众生慈悲念佛 相是佛的相 就是出家相 生且相 所以我们归外在的三宝 是要开发内在的三宝 让别人看到你 你的身上具足三宝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亲近上师 法师 这个法师 他就代表三宝 所以我亲近他 有他的心像佛的心一样 慈悲利益众生 他讲的话 就是佛陀的经典 他的外表代表佛陀的外相 所以我们来医治他 那这样我们从他的深口意去学习 我想各位 那我们受这么多次了 八观再见 来自农历七月份 那我们就要表现如此 所以汉传佛教各位可以主导 我们的仪鬼很重视这个 寝师 走路 拜佛 战 这就是 这是模特儿的了解 就是 你要穿 那你就要做示范给人家看 你手上带个炼珠 这群是佛教徒 那你就要示范给人家看 要仁天师 仁天表范 所以这样才可以调育众生 教化众生 伯洁凡 无上 世尊 做个模范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一定要很精进 趁我们现在 还有一点点记忆力 对不对 什么叫劳 小小念这件事 念很久了 以后再吃完 再吃一遍 要记的了 转个头 忘了 我要去拿个 什么汤匙 我给就忘记了 我给 什么事 这样 很多人已经有这种状况了 再见了 血管不通了 要吃维他命B了 就是 这叫忘了 那这样以后就很难修行了 所以你要了解说 那更要精进了 除了念佛回向极乐世界 但是不要放弃现在的精进 那现在的精进 你希望能够自己能够品位高一点 你不要说能够往生就不错了 你要去设想 要去找那种自由班的 哪有时候上去放牛班呢 下品几乎是放牛班 那那边你就不容易清净善知识 甚至你没有机会看到众生 为什么 业障众 呆在莲花呆很久了 看不到众生 看不到佛 所以只能在那边精进忏悔 所以自己不好 也会影响别人 自己好 你才可以看到更好的 所以 希望能够赶快花开见佛 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所以各位要把生命定好 定好这个方向 这样去精进 那时候八万才结一日一夜 要让自己 所以密称说 最快的方法 自己变成观音菩萨 别人都是观音菩萨 当下就是净土 不离开观音菩萨的空性大悲的思想 你要不但自己如此 也不要被环境转 要转环境为净土 转众生为观音菩萨 所以你不能去看到别人的缺点 如果一个人经常看到别人缺点 就起心动念 那你没有修心的机会 你只能在外表修修 你心态转不了 你耿耿于怀 所以今天讲的最粗鲁的 你老公外面有男朋友有小三 你看到他讲 妈 我老公带一个四倍观音 阿弥陀佛供养他 这个就是密称 了解吗 你不会被他转 但是我没有感觉 把他带一个男朋友 不在那里 要做什么来要抬 那你就 憎恨心 那你就完了 另外一种是爱恋心 哇 这个是我的公主 哇 这个是我的白马王子 我要去爱他 这也是一种大烦恼 恶鬼道之心 因为你没有平等心 所以各位你要想起 身口意要平等 没有分别啊 对我们来讲 所有众生都不动佛 所有众生都是观音菩萨 所有众生都地藏菩萨 这很难的 那你要强迫自己去这样修啊 七月份啊 看得到的都是我爸爸妈妈 你是一个还在想要谈恋爱的 那你看到吸引你的 你就很想 这个你就要转 这个叫修行啊 所以有些人问我 我现在还想谈恋爱 怎么修 那磨在你心里面了 那你就知道 你想谈恋爱就是你要修的 你要调伏自心啊 对任何人都不能起心动念 这个叫修行啊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要实时要保持正念 大师之菩萨的法门 那我们受八万载节 特别大称的 一定要如此 那各位要让自己身口意 特别我们大称佛教 所以拜了这么多尊佛像 那这个佛像是让我们学习的 跟佛像融为一体的 所以一心念佛 心佛合为一体 众生也变成佛 心佛众生无差别 才达到了空性无分别 那平常各位做不到 那至少今天你愿意 守八万载节 必须一日一夜 要秉治虔诚 所以各位你要决定 像各位修行还不错了 像我们以前修行 你守八万载节 那法师就故意来找你麻烦 故意要让你起心动念 看你修得好不好 你就很认真在那边 读书打坐 他就是故意要打你 看你会不会这样起心动念 因为你在修嘛 所以我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别把我擦了 阿弥陀佛 然后你还阿弥陀佛呢 那你只是在保护自己 你根本没有慈悲心在念佛嘛 所以各位你要秉治虔诚 不管发生什么大事 不要生气不要骂人 昨天我讲 你一生气一骂人 菩提心就死了 今天有人杀你的身体 今天有人强劫你的身体 今天有人批评你 那没关系啊 身体感情地位是假的 菩提心是真的 怀着菩提心死 辛苦 中感情 暖到这样 没人要擦味 那随缘我保持菩提心 这个比较重要 千万不要为了一点面子 现实利益控制不了 把伤害到你的佛性 佛性就是菩提心 大悲菩提心 各位这个要决定好 好不好啊 决定好 我这个人的好处是 我不让自己痛苦了 所以我都把坏话讲得前面 以前他们跟我合作做生意 你如果把我抖去 你把我骗去 我不会告你 但是没有下回啦 这样而已啦 那我不会 不会为这样而痛苦 因为我已经决定好了 不要让自己痛苦 我才可以继续做下去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要设定好 你女儿要结婚 你要问得好 最后女儿好吗 要问这个 她会给你帮什么 她说没关系 她说没关系 她问好女儿 你说没关系 没关系 她散车 车断了 你说没关系 你说没关系 没关系 你就不要够 这个世间变化无常 你不是找痛苦吗 佛陀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思想 不管你要去占有什么 拿了起放的下 你才去做嘛 你只是使用它 今天你要用感情 你不怕苦 那你去用 那你会有苦 那你就没资格用 所以 没有痛苦的感情 就是慈悲 去爱老鼠 去爱蚂蚁 去爱众生 那你就没有痛苦 如果你要去爱一个人 那你就掉落苦海了 对任何东西都一样 所以各位要 心夜起则无烦恼 所以今天你千万不要去想那种 让你起贪嗔痴的 会让你起贪嗔痴的 你就不要接近 今天你来参加法会 看到你一个爱人 你赶快离开 这个地方你不适合待 因为你会起心动念 你就不要来 就像我为什么要出家 我干脆回家修就好了 多幸福 不行啊 家里的人就是要跟我谈爱情啊 谈未来啊 谈世间的幸福啊 所以我们必须放下 就这个意思了 妈妈怎么谈都是 她关心你身体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告诉我们年轻出家人 妈妈我们回向 偶尔回去看看她 不要跟她谈太多 谈太多她叫你回家 儿子回到妈妈身边来 为什么因为她跟你谈的 不是普通菩提心了阿弥陀佛 所以她谈的是世间法 那我们还是报恩 但是你不能陷下去 这样啊 所以在这一点要分清楚状况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内心里面要保持如此 那如果各位要成功啊 你最好找比较严格的 属于我这个人 很爱命的人 你没事情就把她拔下去 你才有进步的可能 拔下去 你为什么把她拔 你不对 你不是叫我把你拔 你不是没想起 拔到你没想起才说 因为你爱骂人啊 所以各位要有 你自己看着男人就想要看 看着男人就想要看 那你就不能看了 你就面壁修行 对不对 然后你就修不静观 你不要故意让自己 我去看看 去看看你就去弄掉了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讲到这个 所谓精进 各位必须要对自己 要严格要求 你对自己不严格要求 那你在等机会啊 等机会 很多女众来供养我 心里还想说 什么时间我可以谈恋爱 叔父找不找 叔父旁边也好 反正那多的 就知道你选了 那这些 因为你好像是佛教徒 你很想供养 但是你心里还有 有一个爱恋贪恋 所以你就抓一个来打 就这个不好 这个就是你动机有问题 就像各位男众一样 你来法会道场 不要找女人讲话 不要说我开车送你 因为你这样害人害子 那结果出事了 就来找我 很多女孩子出事了 就来找我 叔父你看我给你睡了 你 要把我放什么 我说你带我看 是他给你放什么 不是说你 那你何必当初呢 我说你这样 赶快修行 不要恨对方 不然你要下地狱 这一定要下地狱 怎么可以犯邪淫 所以而且是修行人 不分在家出家 这就是自己 在这方面 你还有一点爱恋之心 就像我讲 我们有一次摄影师在这边 然后他在拍 我看他镜头 就在拍美女 我就要不跟他说的 砰! 摄影机就失去了 那摄影机有护法神的 你把我的摄影机 法眼当做摄影 摄咪咪了 摄影机就坏掉了 赔钱 赔钱 赔钱他就跑路了 所以我就跟他讲 你不要再去拍女人 你不拍我 总的阿姨啊 拍我 他就长得帅一点 你不拍佛像 你拍女人干嘛 所以各位 要拍 这个是很虔诚的修行者 而不是你的 一部摄影机 本来就是空性 你把它加入你的爱染心 变成好色摄影机 那是你把摄影机搞坏了 我们的眼睛又不是坏 是你的心坏 所以我说 你不要再拍老婆 什么 你靠的 你不要拍 不然你就拍女人 去皮皮 那种 不然你做摄影师 你已经在这里面好色了 对你没有帮助 我不是讲摄影师 我们这边的都没问题 因为有问题的都离开了 弄不掉 我跟你说 所以 那些各位 烦恼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 你到底有没有生这个念头 今天不行 各位一天能够控制好 明天就可以控制好 慢慢慢慢就改变了 解脱靠自己 不能说 我在给你拜 乎我给你拜 你叫我不要想起 你叫我不要想起 想女儿想女儿 你 佛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方法 加持你 但是念头在你身上 对不对 师父我要打坐 你让我脚不要酸 你说梦嘎 你整个脚切起来 打坐是好啊 但是酸是你的事啊 你如何征服你的酸痛麻 不然你心就定不下来 定不下来你就 你就乱 你就乱 乱你就没智慧 所以临近自远 你才看得清楚 你心静不下来 你就不知道你在修什么 忙了老半天这样而已 完成自己的想法 欲望 而不是完成佛法 要不要成佛 要 这个最重要 最重要 钱被偷没关系 感情被骗没关系 好不好 得癌症是消业障 也不用怪别人 这个世间 所有的痛苦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然后我们越精进 就会越消业障 所以不要怕 越精进就越消业障 那这样觉得很快乐啊 能够在这一辈子 消完所有的业障 然后呢 上品上升 极乐世界 找得趁愿再来 开始 累积资粮 最后成佛了 才能够真实帮助这些有缘众生 所以各位 现在要 要广结善缘 广结善缘 你决心要成佛 那你就要广结善缘 一只蚂蚁一只狗 一个山神一个树 都要跟他结缘 特别现在科技方便 大家可以到各个地方 可以用各种管路跟众生结缘 那你没有结这个缘 也不可能成佛 因为能够跟众生结缘 在众生上面实践波罗蜜 那你才能够累积成佛的质量 那你成佛了 已经结好的缘分 那你才可以度他 他愿意到你的净土 得到你的功德 好 我们永远不离开菩提心 永远不离开大悲心 为了圆满大悲菩提心 永远要消除我慈法慈 永远要安住空性 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随顺自己的烦心 我们的烦心是个魔鬼 转化 那特别各位生活忙碌 那你要把这个生活忙碌 当做修行 每天面对这么多人 这么多事情 看了这么多地方 都转为修行的住院 你如果没有这样去做呢 你逃避人间 那就很慢成佛 每一个人 你要把他转化 转化他 看到他的佛性 一直回向给他 承担他的痛苦 要靠自己 方法佛都告诉我们了 要这样 快速的成佛的话 就自他交换 但是首先要了解 自他平等 众生就有佛性 都可以成佛 都愿意成佛 都要追求快乐 但是他却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去承担他 要跟他结这个缘 那各位 看到什么都要发愿 看到车子 看到房子 想到友情 看到电视 今天哪一个国家要战争了 你要承担这个国家的痛苦 发愿投身在这个国家 最有福报的人 来引领他们脱离这些痛苦 你要这样祈愿 所以各位你要修菩萨道不能怕苦 不能怕苦 所以你要观想这个痛苦都在你身上 你要真的去感受这个痛苦 哪一天真的去领受这个痛苦 让自己有福报去代替众生受苦 那你会觉得很快乐 今天妈妈说要生病要死了 如果我把我的心脏给妈妈 妈妈就活了 你会快乐的死 但是对你来讲 马上就生天往生净土了 那对妈妈更是孝顺了 那妈妈可能在哭 我儿子为我而死 但是你已经视线成为天人了 妈妈看着妈妈 乖乖乖乖 现在生天多快乐 都没有心脏病 所以要谢谢妈妈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所以不要把生命当作活的是生命 心灵 我们的佛性菩提心才是生命 这个我们要抓住 所以我们慈戒发愿 更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六道友情 七月份大家都在超度父母 特别是华人 我们愿所有众生 是父母长寿健康 往生父母离苦得乐 所以各位七月份碰到别人 帮他写牌位 帮他写牌位 如果他愿意听你讲 最好你要下周生 要超度 有没有堕胎胎儿 我帮你写 一律免费的 然后你也告诉他怎么样修行 不要舍弃众生 怎么修行 有没有堕胎的 你要很积极的 无所求的帮助他 不也因为是他对你好有钱 如何如何才去做 不要这样想 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不要有所求 自然的 有些人说 我输了 世命的天使 他要紧 那边在那边说 你越说越擅长 你就去帮助众生 就好了 人家 这个佛教讲因缘自然 不是为这个在做的 千万永远记住 佛教不是乞丐 也不要利用佛教 你会说 太大白了 这不行 有些人跟我说 这个 没收钱 没功德 你这样讲错了 对不对 人家自动自发布施 那布施并不是得到钱 布施只是承担一种责任 赶快把那布施的钱用到 该用了 让他有福报 而不是说这个钱是你的 不要有这个想法 你修学佛怀要有感应 不用攀缘 不用怕 我保留我的地位 我保留我的钱财 我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在修行 你越怕生病 你就天天生病 你该做的做好 该做的做好 少吃油 少吃闲 多运动 该看医生 其他就放下 不需要为了长寿不生病 在修行 因为你执着这个身体也没意义 所以各位要抓到重点 这才是重要 所以各位不能挑了 不能挑说 那我修智慧就好 波耳智慧就好 那我其他放弃 那你也得不到波耳智慧 所以各位佛教里面 是整体一把抓的 而不是说我挑哪一点 挑哪一点 念佛好 所有佛都是你念的对象 所有佛都是你心中的阿弥陀佛 这样恭敬 佛号好 所以所有佛的名字 所有咒语都好 那你要有这个 绝对的平等心 那其他就随缘 不用用太多心机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这是错误的 因缘到你心机都不用用 对不对 因缘不到 你用多少心机也没用 所以你的思想是正确的 我要读经典 但是因缘会给你安排 各位相信三宝好不好 这些护法神 护法菩萨更了解你 你要闭关 你要敬修 他会给你安排 最好的因缘让你去做 你不用想 那你就是资粮不够 我要一千万 你坐下手就有一千万 对不对 意思是说 你现在在努力努力努力 自然到那个阶段了 那你才知道佛法是这样 而不是说有所求 以无所得顾 菩萨都不能执着法 你执着一个法都错 所以你有愿要往生净土 那不管你现在修任何的善行 都回向净土 将来你就看到极乐世界 千万不要说 我想了极乐 其他我都不想 其他我都放弃 那你也看不到极乐世界 因为你修这个两分法不对 所以你要当下的因缘 都是祝缘 你要随缘 尽力 而不是一种舍弃 一种切割 说我就不要传八万载戒了 我就每天打坐念佛就好了 那不行 那就不慈悲 对不对 那你就没有法大秤心 那你就算到了净土 也是下品 意义就不大 所以各位要知道佛法的修行 要善巧方便 那如果自己不圆满 依止善知识 善知识 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可以修正 听听大家的意见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互持生命电视台 互持账号 互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互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互持账号1996-5232 互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互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正道学生命文化基金会 学乡 区域 4.3 5.5 5.5 5.3 5.4 5.5 6.5 5.5 6.5 6.5 6.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尼仙达心服禅寺 药师佛诞辰法会圆满日 11月18号星期六 念定光如来 持摘处罪四十节 小声通月释迦牟尼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九十万兆倍 下午四点半 印尼棉兰 放生祭祠被施食 11月19号星期日 等持如来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百倍 上午九点 印尼棉兰 八关灾戒 11月20号至11月30号 马来西亚红发行程 11月21号星期二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居然揉佛 慈悲甘露诗食法会 11月22号星期三 达摩祖师圣诞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 文静玉佛书圣 点灯 水贡 幼拱 即慈悲诗食超度法会 11月24号星期五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柔佛 利明达小学冷气礼堂 心灵讲座 护生 点灯 水贡 幼拱 即慈悲诗食超度法会 11月25号星期六 放声功德日 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持在除罪三十节 下午四点 马来西亚麻坡柔佛 训证华文小学礼堂 心灵讲座 与博学问答 11月26号星期日 药师如来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乘一千倍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 八珠八峡龙工业区祭甸庙 道蒙山诗食法会 11月28号星期二 总科巴大师诞成 莲花生大事入葬纪念日 即印画日 显结千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乘十万倍 上午九点 马来西亚 马六甲 陆业园八观灾戒 11月29号星期三 祈天大圣圣诞 下午四点 马来西亚 马口森美兰圆景酒店 佛法开示 护生 点灯 供水 即慈悲施食法会 11月30号星期四 上午九点半 马来西亚 慈悲护生会 护生员 燕共 即放生 并且十方台地 拥有整奥参加 阿蜜豆腐 11月30号星期四 上午五点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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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0号星期四 上午五点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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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聡计划 宣布 天使慈悲放眼如秋 天使慈悲放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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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慈悲放眼光